嗯 OK 錄影開始 打開命運之輪 通過白貓沾心大師 小小 小小還沒有來 然後貝克會 神奇的預知能力 為您揭開個星座 不為人知的隱藏秘密 然後我們來賺我們今天我們的 波拍神 She's beautiful and healthy Don't angry 貝克會 care about 波拍神 他們不可以住那麼小的盒子 而且我查了 球莽的繁殖率只有40% 就是養五條一年 只有兩條會神 而且他母球可以決定自己要不要神 所以我不知道那些飾品人為什麼講得好像 他們的蛇都可以 所以根本其實養球莽不是很滑 就是他只能 如果你養爬蟲 你就養幾條 就是 尖著生 尖著脈而已 因為 而且他沒有那麼好 不是說沒有那麼好 他需要的空間其實很大 你大量生產 沒有那麼多的需求吧 我只能這麼說就是 比起來像 爆紋手工真的好養很多 我不是說球莽不好 我很喜歡他 可是 他是一個比較適合成人的寵物 成人的寵物就是說 你確定你家可以養再養這樣 然後我們來沾符文 那 白貓沾心大師 小小來了 塔羅大師 冷靜 不可以咬他們 Sit Sit OK Sit 然後不可以咬他們 不可以咬舌舌 不可以咬舌舌 坐下 我們要 健康的繁殖 我們沾符文了 先沾第一個符文 第一個符文 第一個符文是這個 我看一下 你不要跑掉 你就好了在這裡 我等一下帶你回去 拿錯書 拿成秋莽書 這個是什麼呢 我看 冰冷 穩固 不改變 凝聚 凝聚是好的 欺騙是惡 你要沾星座 來玩一下星座 這不是星座 這個不是星座 這一個剛才沾出來是明星 第二個符文 第二個符文 第二個符文是這個 我記得是什麼 我記得是什麼 Let me see 魔法 骰杯秘密 動手腳走後門 誕生前人神秘書 所以他們說其實很多球馬 還是從非洲進口 或者是說其實 他應該是有一陣子有人在大量繁殖 不然的話其實球馬沒有那麼好生 讓你覺得很漂亮 買回去當寵物是OK的 我覺得 就是如果要繁殖要有很好的規劃 我不認為人渣核可以養很久 我不相信我覺得 因為他是一個四十年的生物 他們養多久你根本不知道 說不定他就是三歲生完四歲生完 然後到十歲就暴斃 你也不知道 好啦 那我們符文章完了 我先帶他回去 等一下再繼續錄 魔法杯骰子跟檳榔文庫 然後我們要看他很乾淨 我們帶他回去 我帶他回去 不可以咬他 我帶他回去他的小桌 所以我就說他們錄那個視頻 那我沒有說你不能買 但是我不認為 我不相信那個 人渣核可以長幾次 我覺得他們真的有在生 如果可以活比較久 那幾隻應該不是住人渣核 我覺得啦 我覺得至少應該是要這個箱子的大小 我 我不相信他 而且他們如果每年產量那麼大 他可能有真的生幾年就死掉 你也不知道 然後他可能有留幾條 比較好 就是有活下來 可是我不相信 你還可以活那麼久 因為像我這樣問獸醫 不是獸醫 我不是問 我是之前 我之前帶那個球蟒去檢查 然後我就說 球蟒最大隻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那個獸醫就直接說 我問你是很多球蟒 還沒有到那些人就死掉啦 他說他們很少 他們去看獸醫的球蟒 其實不多 我要說 很多都是養到不知道多久就死掉了 你也不知道 就像我的那個 挖袋手衣突然死掉一樣 但是我們家是很少蛇死亡 不然 球蟒我覺得他還蠻體質強健的 可是我不相信你在那個小盒子 要可以活這麼久 因為像他那時候我也是一歲帶回來 如果沒有帶回來 我也不知道他可以活多久 一個四十年壽命的東西 你把它關起來活個 三五年 甚至活到七八年 還是有可能 所以我不相信他那個繁殖箱可以長期養 我是認真 啊小蛇當然是 你就是養到幾個月你就賣掉啊 那是很正常 然後我就說你看 養五條一年假如說才生兩條的話 球蟒 六顆蛋平均六顆蛋 你一年就是十二隻小球蟒 你知道那就要多大間的房間了嗎 然後你要兩隻公蛇要養 好啦先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福文就站到這邊囉 就是今天球蟒還在講欺騙跟魔法盃 但是他的顏色 反正等我們出國以後有繁殖 再來看顏色 有繁殖以後再來看顏色 我們是不會在台灣繁殖的 但是因為確定要出國了 我們就是把它弄好就對了 嗯就確定我只要可以出國 我們一定會出國 對就這樣 好啦錄影結束